吃黃傘只有不頒畢業證書 進大聲發起距離 日前香港進大應屆畢業生 在畢業典禮上稱黃傘上台 表達支持真普選 校長陳新姿要求收起黃傘 學生拒絕 他就拒絕頒發畢業證書 更中斷典禮 進大學生會不滿他的言論 呼籲之後參加畢業典禮的同學 攜帶黃傘上台 並拒絕領取由校長頒發的證書 抗議打壓言論自由 對於這些行為 下方應該寓意的是尊重 並不是不斷無理地踐踏 跟從自己人 他剛才說我剛才說他否定了自己搞政策 他否定了是一個真大人 相較之下之前被反戰中人士丟豬內臟的 依傳媒集團主席林之音 面對反對聲音則是幽默以對 勾掛請勿未實自嘲 另一方面學聯三名上京代表被撤銷回鄉政後 又傳出至少有六名學生會成員被中國拒絕入境 其中有人根本沒有參與戰中活動 波及範圍相當廣泛 至於盛宵城上的清場傳言 學生團體也再次強調 不會無條件退場 呼籲佔領民眾考慮清楚去留 如果想不到另一個counter proposal 另一個計劃去減少失去的籌碼 我們絕對不會無條件退場 這個是學民資調周章出的承諾 而在公民廣場圍牆外 有20位青年合力撐起高2.5公尺的大型紙傘 表示要讓港府看到團結和堅持的決心 還有有畫家自其彙出佔領區的景象 表示即使真的清場 也還有快閃運動等其他方式 抗爭不會完結 東新聞總圖報導 郭文通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